来吧宝贝啊,我给你加块鸡啊,这油啊,可以往头上蹭,往马步上蹭啊 听说大连开发区啊,新开了一家这个铁锅炖,有小鸡大鹅,还有鲤鱼,好像还有金头八道啊 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全大连都知道了啊,今天阿谦替你来排一下雷啊,看看它到底啥味儿,到底好不好吃 跟阿谦的视频走一走,走吧老邦,走吧 老街坊,批柴院,今天我们打卡一下 啊,这屋里装修装的还不错啊,有个确实一种农家蛋的味道啊 师傅咱们这全是大铁锅炖的吧,小鸡是大鹅,没有大鹅啊,鸡和鱼吧 锅就造好几十个啊,锅就好几十个,看一看啊 我们进店是下午两点钟左右,但是顾客还是来源不断 咱们家都有什么锅 咱家有鸡锅,还有鱼锅 因为咱家就是,咱家的鸡锅鱼是溜的筋是吧 对,十斤以上的大公鸡 哦,十斤以上大公鸡啊,对对对 咱尝尝看好不好吃啊,可以啊 今儿我来拍雷了就是啊,是吗 好吃就好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啊,粉丝们 欢迎你们,欢迎 然后那个鱼是有黄骨鱼是吧 对对对,黄骨鱼 是不是来一锅鸡,来一锅鱼吧 可以 那个鸡多少钱一锅 鸡是128 这些小菜都是赠送的是吧 一碗营养小米粥也是赠送的啊 小米粥还有这个包米花四个小菜 一会儿 这个包米花想没想起来童年的味道 老婆一会儿再吃啊再点点去吧 好必须的 外面的大连的天气真是太冷了啊 然后咱们今天进来喝点热水 这大水缸的非常有特色啊 哎,我说你,你喝那个,喝这个茶缸做水缸 吃着,我往这里做吃啊 八十年,八十年代的包米花是不是 对啊 他家这个有,真的,在他家来就餐 我感觉真的回想起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感觉啊 特别这个是包米哑巴,看看 它这个包米哑巴特别好 一锅鸡,一锅鱼,已经陆续上来了 但是瞅着颜色非常的诱人 瞅着非常的有食欲 有没有咱们家铁锅炖的味道 有啊 看咱们小时候妈妈做的味道了啊 真有那种感觉,往这一做哈 看这个做面,乌乌杂良的 好了,吃着小筋,小笨筋,铁锅炖小筋 吃着铁锅炖,还得吃着免费的小菜 哇,看看 没地方了 看看朋友们,它这个小筋炖的啊 我感觉都有点脱骨了啊 颜色真的诱人呐 嗯 可以调话好了 好吧,我是老爸 最主要他家那个鸡怎么说呢 都是大铁锅炖的啊 现在你去哪找大铁锅呀,是不是啊 铁锅炖的味道和那个,咱家那个锅 和煮的味儿就是不一样的 小舅,你感觉这小筋怎么样 非常的棒啊 非常的棒啊 还有他家这个特色的 我感觉像那个铁锅,铁锅酱焖黄骨鱼啊 这一锅,这一盆都是四斤半啊 这一盆也是四斤半 这个是128,这个鱼是158啊 但是这一条鱼我估计都有半斤重啊 广告鱼是真的是 和鱼中的上品 嗯 我的天妈呀,就是这味儿,太简了啊 嗯 给我点麻烦 哎呀 非常非常的滑嫩 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鲜美 然后呢,咱们这个可以说呢 吃腻了,咱们蘸这个汤 这属于像花卷一样啊 嗯 哇 我感觉今天的话有点多了是吧 嗯 嗯 你自己说吧,反正你说我就吃啊 哇 太香了 吃就完了 来吧 来吧宝贝啊,给你加块鸡啊 这油啊,不要往头上蹭 往脉上蹭啊 像董先生喘的比较火是不是 你说多气 你让我吃还是不吃 看喽吧,朋友们啊 鲜话少说 该吃吃该喝喝 一直比往心里割 嗯 嗯 它这个鸡肉里面我感觉又有种麻椒的味道是吧 有 麻椒不是说管管麻的,是鲜的嘛 是不是 嗯 太香了 嗯 小鸡炖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软烂啊 嗯 就是香 香啊 到了 我吃这个小鸡说实话 我有点想家的感觉了 我有点想我老母亲和我老父亲给我炖的小笨鸡了 有点想家了啊 哇,看看那大黄瓜鱼 吃鱼是我的想象啊 我老婆不那么喜欢吃啊 看着没了 我老婆一说了 没了 吃鱼老快了 哎呀 好了,朋友们啊 今天阿谦的视频到这了 喜欢阿谦的点赞评论加关注啊 看看三分五分咱们不嫌少 十分八分咱不嫌多 最主要是强烈推荐阿谦的收益才能高 谢谢你们支持,祝你们发财,发财,还是发财啊 谢谢啊 谢谢老弟,谢谢老弟啊